它是欧洲餐桌上的钻石 被誉为世界三大美食之一 野生资源消耗殆尽 人工种植能否成功 请听收看走进科学 食材新说之松露下集 小狗在指挥员的指引之下 在这个林子里头找来找去 这是在干嘛 这是在破案 还是在找毒品 其实都不对 这个小狗是在找一种味道 这个味道有人闻了之后 说太难闻了 简直就是臭袜子 有人说不 这个味道简直就是 男女之间能够互相吸引的 那种神秘的味道 那我现在也拿起一颗 来闻一下什么味 略微呢 带上一些泥土的味 最后还有一些蘑菇的味道 再有呢 就是一种 想让你去尝一尝它的感觉 拿起一片 烧完了之后啊 你就能够体会 为什么古人会形容美食 叫唇齿流香了 也许吃完了之后 才能体会到 为什么这个东西 看起来如此的不稽眼 但是 却是西餐界的宠儿 被称之为 世界三大顶级食材之一 这个东西就是松露 用狗或者猪来寻找松露 一直是松露猎人最常用的手段 但后来人们发现 猪虽然能很快的把松露找出来 也会毫不犹豫的把松露吃下去 于是便有了松露犬 今天 松露犬小米的上阵 对于研究松露多年的刘培贵来说 意义悲同寻常 人工种植松露 这是刘培贵这十几年来 一直在做的一件事 这些年来随着松露价格的节节攀升 在中国松露的主产地云南 每年的七八月份都会上演一场松露想夺战 在这场战争里 当地农民手持锄头 漫山遍野地寻找着 他们眼中的黄金松露 极片狼青 大处都是这个样子 林子不像林 林子看法 然后地下那个年年地去 年回年地这样去采集挖掘 现在只要摩托车能够上的地方 甚至步行走一天能够到的地方 都已经采光掉 而且不是一次的采 因为松露个头小 加上生长的地方过于隐秘 往往一个上午也只能找到一两块 但这足以让采军子的人高兴不已 而这些本该在十一月左右才能采收的松露 因为提前的挖掘 不仅卖不出好价钱 更会打乱并切断地下军根和有序军司的联系 导致松露快君及共生植物根部的破坏 而这也就意味着 这棵树下再也不可能分化形成新的快君 长此以往 再过三五年 整个松露的生长环境将会完全破坏 野生松露也将会在中国版图消失 因此目前当务之际就是能够实现松露的人工栽培 但是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到目前为止 不可能在实验室进行采配重生 它必须是在天然的状态下 它是一种共生的东西 它一定是长在活体上 活的植物上 和其他辅生的菌类不同 松露的生长必须要有一个活着的树木 这种树木可以是板栗树 真子树 也可以是云南常见的华山松 松露和这些树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只有在树的根部形成松露菌根 才能长出松露来 但是培养能够适合菌根形成的共生树 就成了刘培桂面对的第一道难题 光是克服杂菌的侵袭 以及菌根温湿度的控制 就花费了刘教授巨大的心力 要控制条件 这个说起来都很简单 但做起来都很难 比如说我们接种 接种以后 这个水的控制非常重要 讲起来很简单 我们就要保证 苗不能因为缺水而死掉 但是也不能说 你水浇多了以后 它就很容易造成 因为我们接种之后 很快就进入到高温 高温高湿就很没有污染 污染和菌根的这个合成 过程是真是一个大体 这个你如果控制不好 你是千功千奇 从2001年开始研究松露 进行人工栽培试验 十几年来 刘培桂和他的学生 走遍了中国各大松露产区 终于发现 带有松露的均根 不仅对共生的树木 还对土壤类型 酸碱度 海拔高度 气候类型等等条件 都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要求 因为松露 它那个生长的环境 那个土壤要求 一般是7.8到8.2左右 但是我们这个偏低 所以就要改造 要拉那个石灰石 大量的石灰石进行改造 因为这里的海拔 是2300多米 那个坡度比较到 像有一次驾驶 要拉那个改造的那个石子来 结果到半中途 车上不来 后来全部都倒掉了 秦广一路艰辛 但经过若干次失败后 刘培桂慢慢摸索出了 适合松露和树木共生的条件 并将带有均根的树木 移植到了室外 四年过后的秋天 也就是2012年11月 在松露犬的帮助下 首次发现了 两枚由人工合成松露均根苗 培育出的印度松露子实体 也就是我们在市场上 常见的黑松露 而今天小米寻找的 这些板栗树 是2009年种下的 在这个下面 是刘培桂培育的 另一种均根 白松露 它这个松露叫白松露 大部分人都知道黑松露 但是这个白松露 据他们统计一下 就是说这个白松露 它的营养价值 其实也更高 它的口感 比这种黑松露的口感 还要更好一些 因为这个白松露 它有一股奶香味 就是你煮汤出来 自然的一种奶香味 你如果是把它掰开一下 闻的话 会闻出那种味道来 更香 根据统计显示 目前全世界松露 大概一共有一百多种 但是这其中 可能最广为人们熟知的 就是意大利的白松露 和法国的黑包松露 那么从目前来讲 目前只有说是这种黑松露 我们才可以在松树 橡树的根部 给它植入军司 进行人工繁殖 白松露压根 目前就没有听说过 人工能够种植成功的 在2008年 澳门赌王何鸿燊他们家 就拍下了两颗白松露 这两颗白松露 加起来也就是1.15千克左右 但是花费是200万港元 由此可见 像这样的白松露 真的啊 那是一些富贵人的专享 与老百姓似乎没有什么缘分 虽然目前黑松露 实现了人工培植 并获得了成功 但是白松露 却一直处于野生的状态 因为产量稀少 白松露比黑松露更加珍贵 2001年 刘培贵的科研组 也把目光放在了白松露的培育上 从均根接种成功 到2009年小苗移植到室外 再到现在已经整整六年过去了 今天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七代中的白松露吗 看看 好像这个是吗 是吗 很像 这个真的是 是 白的这个是 最后这两个月它就猛展了 这今年算是已经开始有成果了吧 有 但现在还要过两个月才成熟 这两个月它会展得非常快 但是最起码认为说这一块是纵成 应该说是 应该叫成功了对吧 但这一块还是第一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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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像土豆一样一窝一窝的 所以狗有的时候闻 但是人就 那个不如意发现 太小了 这属于婴儿 其实还能接着再长 要长得这么大 因为种植在深深 照看和监测这些树苗 都要花费巨大的心力 但是 整整六年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刘培贵都会和学生一起上山 查看这些树木的生长 就在大家未发现 第一棵白松露 异常兴奋的时候 在另一棵树下 也有了新发现 又找到了 这棵树很咸 大约就一厘 很漂亮 一十百层路 这个 这比那个要大 这个很漂亮 就盖了这么薄一层土 是 一九根就盖 一九根盖出来的 我们早就盖了 这种东西是个八小 从外形来看 应该是很漂亮吧 对 可惜的人就是不成熟 如果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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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 等到成熟以后 这个起码是几千块钱 这个应该是到十一月份会成熟吧 因为是白松露 十一月 十二月份 十二月份 对 长大的会大会有这么大 这片地做了六年了 今天第一次挖出来 对 这是他的孙子 你应该高兴 现在高兴 这个什么喜行余色 对 白的是第一次 这个很难得的 很难得的 所以是有两个不太成熟的指示体 这个也是在白松露种植史上 也是我们国家里首次的 首次 国际上也是 尽管的自然界松露的种类很多 但是每一个种自然产量都非常稀少 人工培育的成功 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不管是黑松露还是白松露 我们都可以改变其产量稀少的问题 但是虽说物以稀为贵 可是在欧洲市场 松露那么高的价格 仅仅是因为产量过于稀少 据统计 就是说在欧洲 比如三国 像意大利 法国和西班牙 得心血管疾病的人比较少 得糖量病的人比较少 他们尽管很喜欢喝酒 但是他们像这方面疾病的人 据说是 甚至他们都延缓了 说他们之所以足球那么厉害 是与松露是有关系 这到底是夸大其词 还是确有其事 如果松露真的具有如此显著的功效 到底是松露中的哪些成分在起作用呢 我们将在云南市场上随意购买的松露 送到了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的实验室 期待能用科学的数据 给松露一个真实的说法 如果单从就是氨基酸这块来说的话 这个松露的氨基酸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普通的比如说像双猫菇 还有木耳 这些的话可能就只有2% 或者是2%到3吧 这个含量达到4%的话 应该还是算比较高的 氨基酸是构成动物营养所需蛋白质的基本物质 在松露的营养成分检测中 科研人员发现 有两种氨基酸的成分表现尤为突出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是 这个骨氨酸的含量是比较突出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氨氨酸 氨氨酸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你看下面可以看到它的值 骨氨酸含量在0.607 然后它的这个氨氨酸的话 也在0.329 像普通的氨基酸酸一般是在0.2左右 就是一般达到0.3的挺少的 然后这个骨氨酸的话 像0.6的也很少 一般就是0.4左右的比较多 奈氨酸是人体必须的氨基酸之一 它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发育 增强免疫力 还有强健中枢神经组织的功能 而骨氨酸则是让食材味道更为鲜美的重要原因 我们平时吃的味精 这种它的主要成分的话 它就是骨氨酸辣 所以说这个它有很明显的那个蒸鲜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会觉得很多食用菌吃起来都比较鲜 口感会比较好 风味比较好 是这个原因 而更让科研人员意外的是 在松露体内还发现了虫草酸和腺肝的成分 在过去的研究中 人们发现虫草酸能够抑制各种病菌的生长 预防并治疗脑穴酸 脑出血 心肌梗塞 而且虫草酸含量的高低 是衡量虫草质量的重要标准 也就是说 虫草酸含量高的虫草 要用价值也会更高 而在松露中 发现虫草酸和腺肝的成分 也充分说明了松露较高的营养价值 但是专家也同时指出 即使松露有这么高的营养价值 也要长期使用效果才能显现 其实食物也好 这个药品也好 要达到所谓的有生物活性 其实一定有一个剂量的这个概念进去 我们说某一个食品有什么样一个效果 那这个效果不是说 你这个食品吃了一顿就能产生这个效果 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你去服用 那么然后你去食用 那么然后可能产生你期望的效果 所以我就说 包括我们讲的食用具也好 其他的我们说的比较绿豆油 轻火作用等等 这些都是必须 你是连续要去吃 而不是说吃一顿 你就能发挥你想象的作用 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但是即使抛开松露的营养价值 在西方餐饮界 松露依旧是美食家的宠儿 可是对于松露不太了解 甚至几乎没有接触过的国人来说 松露到底该怎么挑选 怎么存储 怎么吃都是一件新鲜事 在牧水花市场 我们就遇到这样一家 从厦门过来的游客 虽然女主人很想购买松露 却不知道如何下手 那朋友很多都知道 自己的肉 不知道 特别不了解 都没有接触 我听说过 因为像我们经常在国外 我经常在国外我也知道 我就知道他们吃就是 戳一戳 然后撒一点粉在上面 对对对 看到这么整齿完整的 事实上像这样的时刻并不在少数 通常情况下 云南松露上市的时间是在头一年的八月到第二年的二月 因为不易保存 当地人会把松露清洗干净后急速冷冻 也会把松露切片烘干 但这样做的口感和香气远远比不过新鲜松露 那么在松露上市时 作为普通老百姓应该如何挑选新鲜的松露呢 首先如果新鲜的 用那种小刷子把它这个泥沙全部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呢 就是这个是包出来的 像这个样子 用锡箔纸 用锡箔纸包起来 让它不要跟空气接触 新鲜的洗完了 直接就拿锡箔纸来包 然后直接再放到冷冻里 正常像这个放 放在我们普通的家用冰箱里面 最好用一个真空袋 把它包好了以后再放在里面 再封其口 要吃几个拿几个出来 这样就比较好 这个能放多久 正常的话应该是一点没有问题 当然在购买松露时 除了要辨别松露的新鲜度 还要看看是否有破损 因为一旦破损 松露的品相和香气 甚至是口感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 而且极易腐败不好保存 冯老师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个买这个还是挺有诀窍的 你看到这块其实是有一块破损 但是当地的这个销售商呢 为了掩盖这个破损呢 就会在外城回层泥巴 所以说大家在买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当然在众多美食家看来 松露的珍贵之处还是在于香气 但这种香气非常娇贵 一旦遇到高温就会分解 因此在西餐中 厨师会用一种特殊的爆刀 把松露爆成薄片 撒在意大利通心粉或者筐面条上 以主食本身的热度 激发它的浓香 因此松露并不适合高温烹调 最简单最自然的方法 反而更能表现出它的好处 这么多道关于松露的菜 我看第一道是这个 明天做的是这个 沙拉 沙拉 这是在家常里面都能做的一道菜吧 对 这也是比较著名的 但是也是比较简单的一道菜 只要是炸生菜 然后加入适当的奶酪 然后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现报的 上面的黑松露 就是这些 然后配上我们自己调的那个黑醋汁 等会儿来尝一下这个 对 第二道菜是这个 是鸡蛋这套菜 这套菜我觉得是特别家常的 因为在家好像都能做 平底锅里 我刚才看您煎了一下 在云南当地最常做的一道松露菜 就是黑松露炒蛋 鸡蛋炒熟配上几片松露 最贵的食材结合最常见的食物 就形成了最美妙的组合 饮食界有一个说法就是不食不食 就是不到时间不去吃 也就是说这个食材一定在什么季节成熟 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去吃 就是一定要吃当季的 当季的 对 这样不管是口感也好 或者说是营养价值 对 更好一点 而松露极具穿透里的香味 常常会感染一同搭配的食物 给食客留下最美好 也是最惊奇的味蕾体验 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 把米桃好了以后 把新鲜松露片爆下去 跟水一起加好水 让它浸泡 浸泡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吧 也是等于让它一个松露 一个在里面的一个灰化 然后我们直接就电饭包煮 煮完了以后 它不知道你闻过了没有 它有一股牛奶的香味 很奇怪 很稀释 对 这也是不可以理解的 因为松露从每个人的角度闻 它的香味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今天炖完了以后 你看这个香味又是另外一种呈现的香味 牛奶味 我刚才就是您一开这个电饭包的时候 一股特别的香味 对 这个跟米饭相互融合了 融合了 才是一种新的香味 但是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 好吃才是王道 不知道刘大厨给大家精心准备的 这一桌松露大餐 到底哪个才是最受欢迎的呢 阿姨你最喜欢哪道菜这几道菜里面 鹅肝 为什么 它里面挺润的 外面没有点焦焦的 能吃到松露的味道吗 能很香的 嗯 我最喜欢吃这个沙拉 它里面那个黑松露是一片一片很实在的 所以可以一口吃到一整个 味道能接受吗 能接受 嗯 鼻翼的 硬一些我没有想到松露会这么硬 蘑菇是那种软软的 或者软软的质感 但这个是其实它有韧劲的 像沙拉这种就是你如果单吃这个松露的话 其实它的味道并没有那么就是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么鲜美 但是和蛋的味道烘河在一起 包括经过那种蒸煮啊什么的 我觉得更加能让你吃出这个味道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味道 十一月又到了松露的成熟季 牧水花市场里卖松露的摊位开始越来越多 供应商也开始大批量的囤积松露 不知道你会不会也去市场看一看买一些回来 在自家的厨房里做几道世界级的美味呢 它是一种燕子分泌出来的口水 几百年来人们对它推崇有加 它到底具有怎样的神效 敬请关注《走进科学》 十台新说之面窝上集